動漫我要聽 主持人勇博 電波裡 發財 祝敬 會 我有力了 Hallelujah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11月份的電波點唱機 一起聆聽大家的點播心情 達人上菜單元 漫畫家溢水降臨 要分享他 逐步踏出夢想藍圖的漫畫歷程 歡迎來到這個月的電波點唱機 大家好 我是詠博 在場的李明出個聲吧 一曲帥真的熱情 可以點燃暗夜中的孤寂 安安 我是卡魯 在無盡的黑夜裡 讓歌曲傳達你的心情吧 安安 我是楊子 心動不如行動 快快點播 讓我們為你大聲告白吧 安安 我是Melan 這個月第一位 被拔中的聽眾是 易音 他想要點播的歌曲是動畫 卡利古拉的劇中歌曲 青春之地 哇 看到這位易音的投稿 感覺他好像最近有一點煩惱 馬上來聽聽他的理由吧 他說 這首歌雖然有些歌詞 會讓人覺得很中二 但卻正好可以讓激烈的負面情緒 跟歌聲形成共鳴 正是因為這種想要呐喊自己很痛的心情 不被人理解 還被人二次傷害 才會想要從這首歌當中 被歌詞包容安慰 想要有個能聽自己說話的人 想聽到一直以來辛苦你了 一直以來都很痛苦悲傷吧 這種能夠好好理解自己的話 哇 真的是辛苦了 遇到無法理解自己的人 真的會讓人很沮喪喔 從音樂裡面尋求出發 確實是個不錯的方法喔 易音還說 聽了這首歌曲 會覺得 終於可以被正確的理解了 終於沒有被人家說 你就是一直假難過 假文青逃避了 好像我都沒在努力從這種深淵爬出來似的 我就是在這種低潮的時刻 聽到這首歌 才覺得很有共鳴 嗯 我懂 有時候聽到打中心裡的歌曲 真的會覺得 啊 你懂我 雖然現階段可能你的身邊 還沒人看到你的努力 但希望易音還是要持續過好生活 好好讀書吃飯 好好的運動 好好睡覺 總有一天別人一定能看見你的努力跟改變喔 是的 非常謝謝易音跟我們分享你的心情 也希望這首 Tiernanog可以陪伴你度過低落的日子 易音他還在備註欄 向我們推薦歌手上田利奈所演唱的其他歌曲 同樣也會讓人不知不覺的陷入音樂的情境當中 非常謝謝你的推薦 辛苦你了 我們馬上來聆聽這首動畫 卡利古拉的劇中歌曲 Tiernanog 好的 下一位幸運的聽眾是薰蘭 她要點播的歌曲叫做Cocktail 她在備註寫了很多話喔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嗯 薰蘭說她因為被朋友推坑 就愛上了這首歌 連做夢都夢到這首歌 太誇張了 衝突很深喔 對 但是精彩的 我覺得真的是她的備註 我快速看了一遍以後 我覺得我念不出口 所以我可以麻煩美人來念嗎 好 沒辦法 那我只好免為此人就來孝老了 她說 9月1號去聽詠惠 就是為了想看詠博跟楊子 可是就只有看到楊子 意思是 她看到楊子就哭 哈哈哈哈 對 好爛喔 新月之情好嗎 好 繼續繼續 對 俊蘭她還說 從桃園來到台北 就是為了看看平常只能在廣播裡 聽到聲音的李民們 可是就沒看到詠博QQQ 他很多Q喔 另外我還有事實要問楊子 所以麻煩帥氣的永伯哥哥 請抽到我 首先要感謝薰蘭 特地從桃園來到台北參加聽友會 我們真的是非常高興 雖然永伯沒有看到你很可惜啦 但是我相信下一次 我們一定還會有機會再見面的 那我們來看看 你要問楊子什麼問題 永伯哥哥呢 對啊 她說齁 我想要問楊子 要不要聽友會那天的合照 如果要的話 怎麼給楊子呢 我不敢直接上傳公開 因為我是個害羞內向的小孩 誇好這個問題 讓我好困惑QQ喔 楊子好夯喔 好夯喔 沒有我才沒有塞錢 我才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還是請人家吃便當 沒有沒有 我真的什麼事都沒有做 那我在這邊回應一下 薰蘭好了 那就是非常謝謝你的支持 我當然很樂意收下我們的合照啊 薰蘭可以丟到我們的粉磚喔 謝謝楊子 好好的 非常謝謝楊子的回答 不過這個永伯還發現一件事喔 薰蘭沒有寫這首Cocktail 是出自於哪個作品 他只寫了引號 麻煩帥氣的永伯哥哥解釋吧 因為我剛入坑也不太知 好可愛喔 天啊 雖然這個本博被稱呼為哥哥 真的很開心喔 但是我這個心電感應感應不到 我只能夠負責把揮 我沒辦法讀心 我不會讀心術 Sorry 沒有沒有沒有 永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準備好所有叫做Cocktail的歌曲了 看是要泰文歌電影原生蛋 還是要韓國歐巴團體唱的 我們都做好了萬無一失的準備 這麼厲害 沒錯沒錯 我們節目是不是沒有放過泰文歌 我好好奇喔 我們可以點這首嗎 本部也很想聽 但是呢 根據我的直覺來判斷 應該是出自於推理之辦的片尾曲 如果不是的話 那麼在這裡只能跟薰蘭說聲抱歉咯 拜託大家以後一定要記得寫清楚 是哪個作品的歌曲喔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欣賞這首由 Hysteric Blue 所演唱的Cocktail 謝謝薰蘭的點播 接下來被寶重的聽眾是冷門坑使者 他點播的歌曲是 Show by Rock 五周年紀念曲 Endless 我記得這位冷門坑使者 他幾乎每一次都會點播 Show by Rock 的歌曲 而且本部翻了一下紀錄喔 發現這位聽眾 他從2016年就開始推大家坑囉 哇 真愛真愛 是真愛真的 冷門坑使者他說 Show by Rock 首有五周年啦 上次點了八位聲優的合唱曲 不知道有沒有讓其他聽眾入坑呢 這次我選了更多人合唱的歌喔 五周年紀念CD集結了聲優 和一些提供歌曲的樂團歌手一起演唱 超帥超酷 就我所知 沒有其他音樂遊戲做這種事 裡面有兩首合唱曲 共有十八人演唱 我點了這首Endless 有主角西安 寡號CV 道川英里 跟克勞 寡號CV 古山記章 你是不是太興奮了 對我差點了 他還說有另外一首合唱曲 Eternal Unity Ashtai no Melody 也超好聽喔 其中有位歌手叫做Chihiro 我覺得他的歌聲 跟唱庫洛魔法史ED2的Honey 的那一位Chihiro很像喔 是同一個人嗎 好想知道 有人能解答嗎 就由我這個名偵探Melen 來為你解答吧 什麼時候有這個設定 有嗎 有 應該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 真相只有一個 沒錯 對 庫洛魔法史的Chihiro 是位叫做同聲千鴻的歌手 1990年代創作了不少動漫歌曲 Show by Rock的Chihiro沒有公開本名 不過他是2000年代 才開始音樂活動的喔 雖然歌聲很像 但是比照兩位Chihiro的 出生年份與作品之後 證實了他們的確是不同人喔 好喔 謝謝名偵探Melen的解說 別這樣喔 謝謝Melen 好啦好啦 冷門坑使者 最後還在備註欄寫道 除了兩首合唱曲 五周年紀念CD 還有收錄克勞唱的 Hikari no Tsubasa 古山記帳的歌聲 真的是好聽的 哇 冷門坑使者 你真的很會喔 你總共提到了三首歌 Show by Rock的五周年紀念CD 也只收錄了這三首歌 你就一口氣推完了整張CD 完全可以感受到 你對Show by Rock的愛 推坑能力也越來越高強 哇 本播真是太佩服你了 太神了 非常感謝冷門坑使者的點播 馬上就來欣賞這首歌曲 請聽Show by Rock五周年紀念歌曲 Antlers 進入下一位聽眾的點播之前 先有請接棒的李明們出個聲吧 一日一點播 財神靠近我 哈囉 我是叮噹 讓我們為你朗讀 為你播放吧 哈囉 我是嘎嘎 下一位幸運的點播聽眾是誰呢 就是魔法少女的異想世界 哇 這名字好夢幻喔 也很長 對 她要點播的歌曲 也跟名字的風格很類似喔 那就是來自動畫 珍珠美人魚 由辛羅這個角色演唱的歌曲 Beautiful Wish 我們請嘎嘎來朗讀她的點播理由吧 好的 魔法少女的異想世界寫道 這首歌出現在動畫裡面 讓我印象最深 同時也讓我流下眼淚的一幕 就是某次大家走進小波的願望裡 在這個願望裡面也看到了 辛羅跟大家一起生活的畫面 喔 我想魔法少女的異想世界 你所說的應該就是七十集左右的劇情吧 那她提到的小波就是外形 所以是一隻很可愛的企鵝 可是呢 她有時候會因為魔法失控 突然就化身成一位美少年 是的 就在某次她又變成美少年的情況下 偶然邂逅了水妖幽莉 兩個人互相喜歡上彼此 卻因為命運不得已分離 而在點播理由提到的小波的願望 就是跟幽莉再次見面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進到小波的願望裡 竟然也出乎意料地見到了辛羅 但是當時的辛羅 應該也像小波無法跟幽莉見面一樣 處在沒辦法跟大家見面的狀態 是的 魔法少女的異想世界描述這一集 她說到了 幽莉能顯現在小波的願望裡面的時間 越來越少 然後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們還有好多的話沒說完 也還沒能好好的道別 然後幽莉就慢慢地變透明 即將消失了 這個時候辛羅突然就現身 唱了她要點播的這首歌 把時間給暫停住 好讓小波跟幽莉有時間好好的道別 只是隨著黎明的到來 辛羅也跟著消失 在慢慢轉亮的天色之中 嗯 我想辛羅會這麼做 應該是對於小波跟幽莉無法相見的心情感同身受 所以也想要盡自己的一點心力吧 是 她繼續在點播裡有寫道啊 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想哭 覺得多次拯救大家 犧牲自己 深陷在黑暗中的辛羅 根本是天使般的存在 只要聽到她的歌聲 就有種平靜溫暖的感覺 所以超喜歡這首歌 嗯 從魔法少女的異想世界 所喜歡的歌曲來看 我覺得她一定是一個內心溫柔 能夠帶給大家溫暖的聽眾朋友哦 我們馬上就來欣賞這首歌曲 一起分享這份溫馨還有感動吧 請聽來自珍珠美人魚的歌曲 Beautiful Wish 接下來這位聽眾要點播的歌曲 比較不太一樣哦 是來自聽眾海棠 她想要點播的歌曲是動畫電影 大魚海棠的印象曲 大魚 好的 海棠的點播裡有提到 一直都是中國古風歌曲迷 再次偶然機會下 聽到了周深的這首大魚 雖然大魚只是印象歌曲 沒有出現在動畫電影中 但在偶然聽到這首歌曲之後 就深深被周深澄澈悠然的歌聲吸引 儘管聽了覺得很治愈很溫暖 卻又不免感到一絲絲心痛 在看了動畫電影之後 才了解這個感受從何而來 只能說這首歌真的寫得太棒 讓我真的找了電影來看 但也覺得很可惜這首歌 沒有出現在電影裡 不然以這首歌的旋律 搭上周深悠良的歌聲 我應該會哭得更慘吧 誠心推薦給大家 當然跟歡迎一起入坑唷 另外海棠他還在備註欄提到 因為這首歌才認識周深這位歌手 好奇之下查了他的資料 發現他竟然是男生 真的驚呆了 這年頭的男生不僅長相 連歌聲都比女生還要美 真是不讓人活啊 真的 海棠你完全說中了我的心聲啊 我是在工作的時候放古風歌曲 偶然聽到了這首大魚 整個大微驚艷 然後就一直聽 一直聽 怎麼聽都不會膩啊 不過我不像你還找了電影來看就是了 我對這首歌的印象就是來自於叮噹在粉磚的推坑 然後我也是一聽就成主顧了 這個說法好像怪怪的啦 但是我可以理解叮噹為什麼一直聽 一直聽都不會膩 我現在回家搭捷運的時候也常常聽 只能說周深的純淨歌聲有一種魔力 聽的時候小心不要坐過站了 雖然這個是點唱機的最後一首點播的歌曲 但是今天的節目還沒有結束哦 大家千萬不要聽到睡著了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聽眾朋友的熱情點播 如果今天沒有抽到你點播的歌曲 請你千萬不要氣餒 歡迎繼續利用電播點唱機的表單來推我們坑 並且聊聊你跟歌曲之間的故事吧 現在我們就趕快來欣賞這首由周深所演唱的大魚 很囉唷